师尊 听到师尊二字 白小纯开怀大笑 这一声师尊 他等了太多年 这次相见 他同样期待了太多年 此刻在这笑声中 白昊的记忆有些混乱 可在看到师尊的那一刻 他的心平静下来 如当年一样 在他的世界里 师尊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有师尊在身边 则一切安稳 慢慢地 白昊也脸上露出笑容 向着白小纯跪拜下来 轻轻地刻了三个头 师尊 好久不见 笑声化作了温馨 喜悦成为了亲情 在这宝善上 白小纯与白昊这对师徒二人 好似有说不完的话 在白小纯带着吹嘘的话语里 白昊渐渐知道了 自己陨落后发生的一切 知道了魁的崩溃 知道了永恒先遇的存在 知道了自己的师尊 在陌生的世界 如何得一路辉煌 也知道了如今的永恒先遇 三国鼎立 还有 现在你师尊我老人家 已经是太古了 知道太古吗 整个永恒先遇 只有三位 而且 我还不是一般的太古 碾压邪黄与圣黄 轻而易举 白小纯干咳一声 得意地炫耀起来 一旁的白昊眨了眨眼 他跟随白小纯很久 自然知道自己这师尊 此刻需要什么 于是赶紧目中露出崇拜之意 很快开口 师尊一向天下无敌 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风生水起 这一点弟子自叹不如 以后还要多向师尊学习才是 看到白昊的目光 听到白昊那认真中 带着奉承的话语 白小纯哈哈大笑 指着白昊 想要让自己严肃一些 可却很难做到 为师最欣赏的 就是你这一点 你从来不说假话 不错不错 听到白小纯的话语 白昊也笑了起来 在他的认知中 只要师尊开心 自己就开心了 尤其是想到 师尊为了救自己的付出 白昊的心就很是温稳 白小纯一摆手 正要继续当着自己弟子的面 吹嘘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就在这时 宝珊的善面内 那河边的山顶生死道远 所在的高塔 突然地震动了一下 散出黑白两道光芒 这光芒的出现 让白小纯一愣 随之而来的 则是小气凌的尸声惊呼 生死道远正在被吸收 天啊 这这怎么可能 小气凌之前 都是在鄙夷地 看着白小纯吹嘘 此刻惊呼中 她身体立刻飞起 直奔道远高塔 白小纯也心神一震 立刻赶去 至于白昊眼看 师尊神色变化 也立刻肃然地跟随在后 踏入善面的一瞬 白小纯的神识已然散开 直接就融入高塔 一眼就看到了 此刻高塔内 宋缺的尸体居然漂浮在了生死道远的上方 那生死道远 化作了黑白两股雾气 居然环绕在宋缺的尸体四周 甚至仔细去看 居然有一丝丝正缓缓地 钻入宋缺的体内 这只这家伙 居然真的成功啊 不可能啊 没道理啊 小气凌也注意到了这一切 整个人都傻了 说完这句话后 她立刻吸了口气 赶紧看向白小纯 发现白小纯的注意力 都被宋缺吸引后 她才松了口气 实在是当初小气凌对白小纯说的话语 其成功的可能性 比她说的还要小太多太多 这毕竟是道陈仙尊 一个初步的思路而已 可如今一切表明 这个思路 似乎很是正确 宋缺白小纯深吸口气 尽管这一刻的宋缺 她身上还是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可却与之前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似乎是死亡到了尽头后 出现的一些逆转 而明显的 宋缺正在与生死道远融合 一旦最终成功 宋缺复活的可能性极大 甚至其修为也会因此不同 至于能到什么程度 白小纯不好判断 可小气凌此刻虽心神震动 但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看出了白小纯的想法 赶紧开口 主子 你这个道友 一旦成功融合道元 苏醒后 因没有被世界认可 所以不会成为主宰 可就算不是真正的主宰 也必然是仅次于主宰的准载境界 只不过这融合需要时间 或许很快 也或许很慢 一切都要看她的造化了 毕竟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气凌再次深吸口气 看向宋缺时 心中也有复杂 生死道元 那是道陈仙尊的道 一旦宋缺成功 某种意义上 她才算是道陈仙尊 真正的道统传承之人 听到小气凌的话 又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宋缺的情况后 白小纯心中满是喜悦 如果说白昊是救下了她白小纯的命 那么宋缺就是救下了白小纯的道旅 与其子嗣的命 如此恩德 白小纯无法忘记 她的墓中带着祝福 尝出一口气后 向着宋缺抱拳拜了拜 这才离去 几乎在白小纯这里双喜临门的同时 永恒仙玉上 随着那一百多颗陨落石块的落下 三大皇朝的强者都扩散开来 进行收集与灭杀 这过程并非顺利 沾染了主宰气息的石块 会形成一片区域的腐蚀 即便是发现得很快 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而更有一些 除非是天尊才可以找到 这就使得在速度上 缓慢了不少 如今一个月过去 虽也有很多石块被发现并收集 可找到的石块大都是石星 里面似乎不存在主宰的血肉分身 其内具备血肉的石块 目前为止 只有圣皇朝出现了一块 其他再都没有发现 此刻在魁皇朝 靠近邪皇朝的边界区域 巨鬼王政展开全速呼啸而过 身为天尊 她这一个月里 已经去了七处陨落石块掉落的区域 一一镇压收集后 她此刻要去的 是麾下半神发现的 又一处陨落石块掉落的地方 好在那里比较荒芜 四周没有住人 所以 哪怕被腐蚀了 也影响不是很大 尤其是巨鬼王天尊修为 足以去摩平被腐蚀的一切 此刻呼啸中 距离石块所在之地 越来越近 找完这块 就可以回城了 这永恒仙玉啊 未来怕是波折颇多 巨鬼王轻叹一声 对于未来 很是忧心 第1253集 归来 随着巨鬼王的前行 渐渐越发靠近了邪皇朝的范围 直至不久后 在巨鬼王的前方出现了一片盆地 这片区域氛围不大 四周的地面焦黑一片 散出阵阵黑色的雾气 在那雾气缭绕的盆地中心 有一块石头 这石头只有拳头大小 可却散发阵阵明暗不定的光芒 不断地变化 好似符合某种规律 如同心跳一般 盆地四周 有七八个魁皇朝的半神强者 这里是他们最先发现的 可却无法踏入这盆地内 这里散出的腐蚀之力 就算是半神也都承受不住 此刻随着巨鬼王的靠近 这七八个半神立刻起身拜见 巨鬼王一摆手 没有说话 身体一晃之余 直接就踏入到了盆地中 其内散出的腐蚀之力 可以融化半神 可对于天尊而言 一时半刻无法清晰太多 只是让巨鬼王的身体 不断地散出黑气罢了 巨鬼王知道这腐蚀时间长了 自己也承受不住 此刻没有半点迟疑 在踏入盆地后 直接就到了石头的径前 右手抬起隔空一抓 就将这石头拿了起来 与以往遇到的其他几次石块一样 巨鬼王的神石下意识地扫过 可这一次 他的神石在扫过后 其面色猛的一变 双目更是睁大 不是石心 巨鬼王呼吸急促 他的神石查看到这石块中空 其内似乎有一条如同蜥蜴的幼体 甚至在巨鬼王神石扫过时 这幼体还动了一下 巨鬼王顿时振奋 他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之物 明白此物的价值怕是不小 此刻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倒退 就要回归魁皇城 可就在巨鬼王要离去的瞬间 突然的一声冷哼 从天而降 这四周的八方区域 居然在这冷哼中 直接化作了火海 这火海黑色 眨眼间就覆盖一切 那七八个半神强者 根本就来不及逃遁 也来不及惨叫 刹那就直接被火海淹没 成为了飞灰 邪皇 巨鬼王身为天尊 此刻一样神色大变 他曾亲眼看到过 白小船与邪皇的一战 这些年也与公孙瓦尔沟通过 更是对邪皇的气息很是敏感 此刻失声惊呼的同时 他立刻就要给魁皇城市井 可还是晚了 四周的火海瞬间高涨 远远一看 这火海居然化作了一只 从大地升起的火焰手掌 一把就将巨鬼王抓住 任凭巨鬼王如何挣扎与逃遁 在相互之间巨大的修为差距下 都无法挣脱 在被那火焰手掌抓住后 随着其狠狠一捏 立刻就卷入苍穹 苍穹中 穿着一身地袍的邪皇 背着手 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没有去看归来的火焰大手 只是在这大手内 飞出了那石块后 他才接住 看了一眼后 这石块居然在他的手中 慢慢与其身体融合 直至完全消失时 邪皇的双眼露出奇异之芒 似乎整个人的气息 也都比之前提高了不少 至于巨鬼王 此刻在那火焰大手内 蹊跷流血 重伤下已然昏迷 对于巨鬼王 邪皇看都不看一眼 他此刻的目光 遥遥地望着魁皇城的风向 渐渐眯起了双眼 白小纯 这些年过去 你到底是否真的 还具备太古战利 邪皇淡淡开口 实在是白小纯 已经很多年没出手了 无论是他还是圣皇 都有些分辨不清 当年的白小纯 依仗的是那太古之光 而邪皇这里隐忍至今 已然找到了 破解太古之光的办法 尤其是 如今在邪皇看来 大势在即 无论如何 他也要提前地试探一下 白小纯的深浅 陈寅少请 邪皇忽然笑了笑 卷着巨鬼王 骤然离去 在邪皇离去后不久 一道法旨从邪皇城内发出 直接送往魁皇城 法旨内说得很清楚 巨鬼王因闯入邪皇朝境内 抢夺陨石 犯下冒犯之罪 故而邪皇将其镇压 代为教训 此事更是被邪皇朝 通告整个永恒先遇 法旨内不但说了缘由 更是在最后提出 让白小纯亲自去一趟邪皇城 方可带走巨鬼王 这种试探 根本就没有丝毫去掩饰 几乎在这法旨传开的瞬间 圣皇就眯起了双眼 目中闪动起来 他虽与白小纯结盟 可同样对于白小纯的战礼 始终有些怀疑 此刻沉吟下 他觉得邪皇的试探 对自己来说也是好事 可不管如何 试探之事对我没坏处 但若白小纯陨落了 则对我不利 圣皇打定主意 这一次他会密切关注 也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 眼看魁皇城没有散出任何反应 邪皇越发怀疑 甚至就连魁皇朝本身的修饰 也都迟疑时 魁皇城内所有具备身份之人 一个个都焦急起来 尤其是周子墨更是如此 大天师等人同样这般 他们自然看出了这场试探 如果白小纯顺利出现 顺利展现不弱于当年的战力还好 可若是白小纯的战力低弱了一些 又或者去得晚了 怕是巨鬼王危机 对此 宋君丸与周子墨 还有侯小妹三人 都去了白小纯的闭关之处 甚至大天师请来了公孙瓦 一起联手散开神时 想要去召唤白小纯从壁关中苏醒 只是在他们的神念散入密室后 却久久没有回应 这一幕让大天师等人更焦急 但就在众人不安的瞬间 被打开的皇宫密室自行开启 随着开启 白小纯的身影从其内缓缓显露出来 只不过此刻在众人眼中的白小纯 其身体居然大半透明 一看就是分身 我已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本尊即刻就会归来 不等众人发问 密室内的白小纯缓缓开口后 他的身体突然光芒闪耀 这突如其来的光芒 让大天师等人心头一震 包括公孙瓦在内 齐齐看去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团璀璨的 哪怕他们身为天尊 也都刺目的光芒 随着光芒之后 则是一股让众人呼吸停滞 甚至身体都在战速 灵魂都在摇晃的气息 这气息并非强烈 只是微微散开就立刻收回 但也依旧让所有人都脑海轰鸣 很快的 随着光芒的凝聚 好似传颂一般 仿佛在白小纯这分身虚幻的身体上 白小纯的本尊重叠降临而来 当一切的光芒都消散后 密室内出现的白小纯 与众人记忆里的 有些不大一样 似乎头发更长了一些 似乎看起来更年轻了不少 唯独双目内的深邃之意 好似星空一般 仿佛形成了黑洞 能将一切存在都吸入其内 但凡与他目光对望 不管什么修为 哪怕已经到了天尊后期的公孙瓦 也都心神阵战 这还是白小纯尽可能地收敛了 在星空中已经习惯的气息扩散 但他毕竟是太古 又经历了星空之旅 哪怕在收敛 可通过之前留下的分身 已经知晓了 邪黄镇压了巨鬼王 让自己亲自去领人的试探之事 内心怒意地升起 使得他无意间散出的一丝气息 也足以让众人震战 大天师深吸口气 心中一瞬间安稳下来 向着白小纯立刻一拜 拜见葵皇 拜见葵皇 随着大天师的一拜 众人纷纷低头 只有宋君丸与周子墨 以及侯小妹等人 此刻稍好一些 一切由我 不用担心 白小纯深吸口气 看向众人时 目中温和 他的目光 一样让周子墨三女 也都心底平静下来 似乎只要白小纯在 一切问题都可化解 许久没见 白小纯走向周子墨三女 将他们拥抱了一下 宋君丸笑容温柔 侯小妹则是挺了挺 微微鼓起的肚子 可也知道 此刻周子墨脆弱 示意白小纯去安慰一下周子墨 当白小纯看向周子墨时 周子墨的眼圈有些发红 我去将岳父大人 请回邪皇朝 回来后 我短时间不闭关了 白小纯轻声开口 身体一晃 直奔苍穹 第1254集 你想看看 这一次归来 很是匆匆 实在是巨鬼王的事情 太过突然 若非是白小纯当初以防万一 在密室内留下了一具分身 怕是等白小纯回来时 事态将有更大变化 也好在白小纯 已然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 白号复活 宋缺也有了未来苏醒的征兆 而白小纯的修为 也晋升到了太古 又经历了与老鬼婆的一战 甚至平日里 白小纯也时常 与那两个太古奴切磋 对于自己的战力 已经有了衡量 心中的自信 也坚强了不少 若这敌人不是邪皇 白小纯会用雷霆一击 直接碾压 带走巨鬼王 可当年真假邪皇的事情 以白小纯如今的阅历 再去回忆 他的心底 早就有了判断 这假邪皇 必定与那位逆凡魔尊 有极大的关联 白小纯在这天空呼啸前行 双眼渐渐眯起 目中露出思索之芒 很快的 这光芒被杀鸡取代 不管邪皇这里 隐藏了什么手段 白小纯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必须要出手 否则的话 巨鬼王有危险 而邪皇试探不出究竟 也决然不会罢休 另外 白小纯也想到了 自己的子嗣出生时 邪皇送来的主宰血肉 形成了黑色石块 在那石块上 他感受到了危险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有了怒意 可却只能忍下 如金钱筹心狠纷纷涌现 白小纯的杀意更为强烈 此刻轰鸣中 直接就踏过了 奎皇朝的区域 进入到了邪皇朝的领地 以他的速度 根本就没用多久 远远的 他就看到了 那巨大的三叉戟上 盘着的古龙头顶 邪皇朝的皇宫 邪皇 还没等完全靠近 白小纯低沉的声音 好似天雷一般 在这八方猛然回荡 大地震战 苍穹失色 好似有巨人在咆哮 整个邪皇城内的所有修士 哪怕那些天尊 也都一个个心神轰鸣 神色利变 是奎皇 邪皇城的众人 之前就知道了 巨鬼王被邪皇镇压之事 也知道了邪皇那里传出的法旨 让奎皇白小纯 亲自来领人 原本他们虽也有一些顾虑 可更多的 却是看热闹的心态 因为在他们的心底 依旧还是觉得 那奎皇白小纯 不能与他们的邪皇比较 当年邪皇也是因 白小纯与圣皇联手 才不得不退让至今 可现在 既然邪皇敢主动出手 自然是已经有了完全的准备 只是这一切想法 此刻随着白小纯的到来 随着他的声音的轰鸣 顿时就坍塌了不少 就在这整个邪皇城 都被这声音震撼时 皇宫内漠然间 爆发出了滔天黑气 这气息直接升空扩散八方 隐隐地好似形成了 一张巨大的面孔 猛地看向急速而来的白小纯 白小纯 低沉中带着森然之意的声音 与白小纯的低吼交织在一起 惊畏分明 同样回荡 换了其他人 此刻必定停顿下来 可白小纯这里的速度 没有丝毫改变 目中的寒芒 更是直接爆发 邪皇 谁给你的胆子 撕毁约定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请拿白某岳父 白小纯低吼中 右手直接抬起 瞬间在苍穹上 就有七八道太古之光 骤然出现 轰鸣中直奔半空邪皇的面孔而去 没有太多话语 白小纯这次到来 就是要战一场 此刻随着太古之光的轰鸣 邪皇目露幽芒 嘴角却露出一抹冷笑与讥讽 白小纯 你就只会这一招吗 天空上的邪皇面孔 瞬间扭曲 其内进入出九处光点 仔细一看 那些光点 居然是九枚巨大的水晶 彼此光线在连接之后 面孔散去 取而代之的 竟是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 这镜子几乎刚刚形成 白小纯的太古之光 就轰然落下 可众人想象中的巨像 却没有出现 那镜子极为诡异 好似淤泥沼泽一般 那些太古之光落下 竟被吸入其内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 那么本皇 对你就太失望了 邪皇冷淡的声音 随着其身影 从皇宫内一步步走出 回荡天地之间 直至他站在了半空中 站在了那九枚金石形成的镜子之前 他身上太古气息 字意爆发 随之而来的 则是下方邪皇城内 来自众多修士的欢呼与拜见 白小纯看了眼 那九枚金石形成的镜子 没有开口 只是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苍穹上 竟出现了十多道光痕 尖锐之声传来的同时 十多道太古之光 轰轰临近 直奔邪皇 没用的 你的这太古之光 本皇早有应对之法 你破不开我的邪地精 邪皇背着手 轻笑一声 立刻他身后的虚幻黑色镜子 刹那将其身体穿透 出现下了他的前方 立刻就阻挡了 十多道太古之光的轰击 声响回荡间 随着太古之光的消散 那镜子居然毫发未损 已经快二十道了 白小纯 这种神通 你还有吗 本皇今天真的很想看看 你的太古之光 到底有多少道 邪皇依旧背着手 嘴角讥讽越发强烈 缓缓开口 白小纯知道 邪皇这里 必然与逆反有关 战意虽浓 可却很是警惕谨慎 甚至他到来时 都刻意地压制了自己的修为 使得在邪皇眼中 他依旧还是天尊 而非太古 此刻即便是邪皇这里挑衅 可白小纯 依旧还是没有露出太古修为 实在是他的底牌太多了 除非邪皇这里 有更强悍的手段 否则的话 还不足以逼得白小纯 展开全部战力 你想看看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多少道 白小纯冷笑一声 索性身体一顿 右手掐绝再次抑制 顿时苍穹一震 这一次 居然出现了五十多道光痕 这五十多道光痕的显露 顿时就让邪皇城的众人 大吃一惊 师生之言 哗然而起 这么多 天哪 这奎皇的太古之光 之前不是都猜测不到二十道吗 众人的惊呼 没有影响邪皇这里 他虽也吃惊 可依旧自信 随着那五十多道 太古之光的轰然临近 他身边的黑色镜子 飞速转动 在阵阵轰鸣声中 不断地吸收 不断地抵消 似乎坚韧到了极点 可他的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纯右手再次一挥 这一次竟在苍穹上 出现了一百道光痕 这一幕 再次震撼了所有人 哪怕邪皇也都眼睛睁大 心神首次震战 只是众人的震惊 显然不会结束 也不会只有这么点 随着白小纯掐绝在止 顿时在那一百道太古之光后 竟再次出现了近两百道 加起来 足有二百六七十道 甚至若有星系之人去算 从白小纯出手直至现在 他展现出的太古之光 正正好好好 三百六十一道 那是一幅棋盘上 黑白二子的数量 也是宝扇内这一神通的极致 此刻轰然爆发 这近三百道太古之光 简直惊世骇俗 足以震撼天地 不可能 邪皇失声 面色彻底的大变 不只是他 此刻在圣皇朝内 关注这一战的圣皇 也都倒吸口气 以他的身份与修为 也都目中露出骇然 邪皇 你不是要看吗 我一次性 给你看得够 白小纯大吼一声 双手挥舞 顿时那近三百道太古之光 如同暴雨一般 轰然倾泻 直奔邪皇 邪皇双眼顿时赤红 其面前的镜子 更是膨胀扩大 被他展现到了极致 全力阻挡 巨响之声 震天回荡 那一道道太古之光 犀利无比 任凭这镜子如何坚韧 可终究还是 无法同时对抗 如此多的太古之光 巨响中开始出现了碎裂之声 直至阻挡了 近乎八成的太古之光后 这镜子再无法坚持 直接就崩溃爆开 四分五裂 一同碎裂的 还有那九枚 被邪皇费尽辛苦与代价 甚至用了自己的生命 炼制出的邪地精 随着崩溃 震耳欲聋的声音 传荡小半个永恒仙玉 远远看去 好似末日降临 巨大的冲击 横扫天地八方 所过之处 山峰碎灭 大地凹陷 苍穹似要被剥夺一切 第1255集 太古战 361道太古之光 匪夷所思 骇人听闻 让所有看到之人 无不脑海轰鸣 更是让那些曾经猜测 白小纯到底有多少道 太古之光的强者们 一个个心中掀起震天之浪 卷卷这么多 这怎么可能 天啊 一共三百多道 如此来看 要么就是这奎皇又强了 要么就是 他当年始终没有被逼着 露出杀手锏 邪皇朝内无数人骇然的同时 圣皇朝中的天尊以及圣皇 他们通过神念遥遥感受后 也都一个个气息明智 心神震撼 尤其是圣皇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白小纯的太古之光 居然那么多 三百多道 已经惊天动地了 甚至就算是他自己 也都没有把握 能在这三百多道 太古之光的轰沙下 全身而退 与此同时 他也对邪皇那里 所展现出的战力吃惊 实在是这一刻的邪皇 在圣皇的眼中 似乎比以往 还要强悍了太多太多 尤其是那些帝精 那种几乎在太古境界里 可以抵抗一切神通的术法 圣皇自问 他自己除非不惜代价 否则的话 根本就难以撼动 可一旦付出太大代价 就算是毁了那邪帝精 怕是自己 也已经反噬的重伤了 他们二人怎么就 一下子变得都这么强了 圣皇心中 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与此同时 邪皇城天空上的邪皇 他心底一样无法平静 此刻呼吸急促 面色不断地变化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他也没想到 白小纯的太古之光 多得令人发指 这在邪皇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偏偏就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他应该再没有什么 太古之光了 邪皇目光一闪 他原本只是想要 试探一下白小纯的深浅 可如今试探出的结果 让他的心中 原本就存在的杀鸡 更为强烈 在他看来 没有了太古之光的白小纯 想要击杀 轻而易举 至于白小纯的修为 在他眼里 依旧还是天尊而已 实在是白小纯 对于自身修为的压制 配合其部分时间 本源的加持 就算是邪皇 也都短时间无法分辨 不过白小纯也明白 时间稍长 对方必定能看出端倪 可他不在乎 白小纯本也没打算一直隐瞒 之所以始终压制 就是想要防止万一提前暴露 会失去先机 他打算是在看透了邪皇的一切后 在突然的爆发下 以识破天惊之势 一举扭转乾坤 白小纯 本皇赌拧 没有太古之光 邪皇仰天一吼 右手突然抬起 没有了邪地精 可邪皇的杀手锏众多 毕竟多年的抵御 而此地又是邪皇城 是其根基所在 此刻随着他右手掐绝 向着下方邪皇城一指 顿时在那巨大的三叉戟上 盘着的 似乎万古不动的古龙 猛的身体一震 齐托着皇宫的头颅内 双眼的位置 刹那间 就出现了两团黑色的火焰 随着火焰的出现 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 直接就从这古龙身上爆发出来 磅礴的身躯 滔天的气势 在形成的一瞬 苍穹失色 风云际散 四周更是掀起了层层风暴 轰鸣八方时 这条古龙的身体猛的一抖 散出无穷阵力 这古龙太大 可以说它 就是邪皇城的根基所在 整个邪皇城 都是修建在它的身体上 而此刻随着其阵力的扩散 顿时其身上邪皇城的建筑 大范围地坍塌 无数的邪皇城修饰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刹那间就被震飞出了古龙的身体 邪皇城内数百万修饰 一个个骇然惊呼中 琪琪被抛了出去 一个个心神狂震的时候 这条古龙也猛地抬头 仰天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 其身体随之晃动 竟从那三叉戟上 漠然飞到了半空中 他的身体太大 气势太强 尤其是其头顶的皇宫并未坍塌 远远一看 就好似一个地关一般 使得这条古龙 如同地龙 争鸣无比 死期惊天 其目中的黑色火焰 透出冷漠与凶残 此刻飞到半空后 在四周众人的惊骇与注视下 在邪皇的掐绝操控中 这条古龙咆哮之后 竟直奔白小纯呼啸而去 所过之处 虚空都崩溃坍塌 似承受不住这条古龙的威亚 太古龙 白小纯目光一缩 这条古龙身上散出的气息 正是太古镜 显然这就是邪皇的杀手锏之一 如今为了击杀白小纯 对方已然是不惜回去邪皇城 如果换了没有晋升太古境界前 白小纯面对这条太古龙 在没有了太古之光后 他根本就无法应对 只能全力逃顿 可如今的他 虽呼吸有些急促 可却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反倒是目中露出一色 在那太古龙咆哮而来的瞬间 双手抬起 掐绝尖猛的一挥 口中轻声低语 轮回过去惊 在白小纯开口的刹那 顿时一股玄妙的难以形容的气息 骤然间从其双手中扩散出来 这玄妙的气息一出 邪黄神色突然一变 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 白小纯展开奇异术法 可如今的这一次 似乎有些不一样 就在邪黄这里面色变化时 那条咆哮的古龙 突然身体一震 竟从其旁部的身躯上 凭空地生出了大量的符纹 这些符纹瞬间密密麻麻 眨眼间竟向其全身蔓延 轰然扩散时 远远看去 这些符纹的数量 根本就判断不清 密密麻麻 就好似形成了一张大网 居然将这太古龙 生生地困在里面 而组成大网的这些符纹 任何一个 似乎都代表着一段记忆 只要看得时间长了 就会在那符纹内 看到这古龙生前的画面 这正是轮回过去经 白小纯更古卷的三大神通之一 曾经的他因修为所爱 难以发挥三大神通的真正之力 可如今这阻碍已不在了 于白小纯手中展现出的 轮回过去经 爆发出了 其真正的封印之力 以古龙记忆 化作符纹 这每一道符纹 与古龙之间 都存在了密切的 不可分割的关联 借助这些关联 就好似形成了因果 从而封印自身 封 随着白小纯声音带着冰寒 乍然传出 天地间好似吹来了寒风 那条被符纹大网笼罩的古龙 发出凄厉的嘶吼 可任凭他如何挣扎 也都无济于事 无论他之前多么的惊人 多么的气焰滔天 可这一刻 在其四周符纹大网的收缩下 他根本就无法脱困 只能在四周 无数斜黄城修饰的 目瞪口呆 与脑海轰鸣中 亲眼看到那 无数符纹组成的大网 层层收缩下 直接就将这条 太古古龙 封印成了一个 巨大的圆球 随着封印的完成 轰的一声巨响传出 这封印之球 散出多彩之色 从半空坠落 砸在了地面上 一动不动了 天哪 奎黄居然封印了古龙 这是不可能啊 无数人的惊呼尸声 在这一刻 也在四周回荡 就算是邪黄 也都呼吸制住 猛地看向白小纯 渐渐眯起了眼睛 你不是天尊 可你不可能是太古 就在邪黄这句话 说出的瞬间 白小纯猛地抬头 气息瞬间爆发 太古修为浩荡而出 撼动天地 化作风暴 让无数人声音 戛然而止时 他整个人好似一只 离弦之剑 呼啸中穿梭虞无 直奔邪黄 轰轰之声震天而起 二人在这天空上 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彼此交手 超过数百次之多 使得八方颤抖 虚无坍塌 圣皇城内的圣皇 更是眼睛睁大 心神之中大浪翻腾 他居然晋升了太古 这不可能啊 永恒之母沉睡 若有被其认可 成为太古者 其名必然传遍永恒先遇 第1256集 帝己 邪黄迟疑 圣皇第一个反应 也是不可能 实在是他们身为太古 则更了解太古晋升的困难 同时 这也是对于永恒先遇修士而言 所不知晓的秘密 实际上 多年前 邪黄与圣皇就明白 永恒先遇 怕是很难再出现太古了 因为每一位太古的晋升 都需要获得世界的认可 而这认可 不是什么点头同意之类的方式 而是获得世界的气韵 这就等于 是从永恒先遇内 拿走一份规则般 从而晋升太古晋见 可也正是因这个缘故 邪黄与圣皇才会迟疑起来 实在是永恒之母的虚弱 其他人不知道 可他们心知肚明 所以 哪怕如今白小春所展现出的 已经不再是天尊境界 可他们依旧 还是无法去相信 甚至也来不及思考太多 在白小春的出手下 邪黄的反击中 二人在短短的时间里 又持续地轰击了数百次 直至超越天雷的轰鸣 不断地回荡中 邪黄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猛地倒退 目中露出强烈杀鸡 右手猛地抬起 低吼一声 太阳 随着他的吼声 顿时整个永恒鲜欲的天空 都瞬间暗淡了一下 好似所有的光芒都被吸走 在眨眼间 世界又明亮到了极致 天空上 赫然出现了一轮 属于邪黄的太阳 这太阳庞大无比 散发出惊人的高温 甚至在其四周 竟有黑色的火焰不断地扩散 交错在一起后 仿佛与邪黄融合在一起 震撼众生 四周的邪黄成众人纷纷颤抖 一个个急速后退 可还是有不少人闪躲的不急 竟在这太阳出现的一瞬 生生被这火热之力 化作了干湿 一时之间 凄厉的惨叫 在这邪黄城四周 不断地传出时 那轮散发黑色火焰的太阳 在邪黄的操控下 直奔白小春 轰沙而来 这太阳带来的威压 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古龙 此刻轰鸣中 似乎要轰烤整个世界 白小春目光一闪 身体急速后退 双手更是掐绝尖 口中低吼 生死现在惊 亘古卷第二神通 随着白小春双手挥舞 她的身后轰鸣之声回荡 居然出现了一扇古老的石门 这石门散发出强烈的死气 仿佛代表了死亡 正是死门 与此同时 在那呼啸而来的太阳的身后 也同样出现了一扇大门 此门生机盎然 充满了无穷生命的气息 正是生门 这就是白小春的生死现在惊 化作生死两座门 那太阳从生门而来 冲向白小春 就等于是冲向死门 而这中间的过程 就是其从生到死的路程 几乎在这竖法形成的瞬间 那气势惊天动地的太阳 立刻猛地暗淡了一下 它的速度越快 和死亡的越快 似乎无法逆转 就连与这太阳融合在一起的邪黄 其身体也都肉眼可见地急速衰老 甚至其光芒 也都由明亮璀璨的次目 变得暗沉枯萎的漆黑 这一幕 让四周众人全部看得是瞠目结舌 更令圣皇朝的圣皇 也都心神狂震不已 这竖法如此霸道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瞬间发生 邪黄那不甘心的咆哮 骤然传出时 面对白小春这惊人的霸道的竖法 他能做出的选择只有一个 爆 邪黄大吼一声 其身体外已经急速暗淡的太阳 骤然间爆发开来 远远一看 就好似星辰崩溃 一股大力带着无尽冲击 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开来 覆盖八方 所过之处 大地凹陷 山峰崩溃 由不少邪黄城之人 直接就成为飞灰 白小春出手 还会有些照顾下方众人 可这身为邪黄朝君主的邪黄 竟毫不在意 似乎只要能伤到白小春 哪怕死了再多的人 他也都无所谓 整个大地 凄惨无比的同时 白小春也身体急速后退 全身修为散开 不断地抵抗下 这太阳的崩溃 对他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此刻正要继续出手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邪黄 他强行稳住呼吸 阴沉地 看了白小春一眼后 目中露出前所未有的果断 白小春 虽不知你如何获得的太古战力 可我要让你知道 没有获得世界的认可 你终究也只不过是个太古战力而已 邪黄右手默然抬起 向着下方大地上 那屹立在那里的射人心神的三叉戟 隔空一抓 地劫 随着邪黄的低吼 顿时那刺濡在地面上的巨大的三叉戟 猛地震战 最终颈轰的一声 直接拔地而起 直奔苍穹而起 更是急速缩小 眨眼间 就出现在了邪黄的手中 被他一把握住 在握住这三叉戟的瞬间 一股比之前还要强悍的修为波动 顿时就在这邪黄的身上轰然扩散 甚至影响了整个苍穹 在他的身后 苍穹直接扭曲化做了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轰隆地转动 使得整个永恒仙玉 似乎也都震战起来 白小春 一切都结束了 邪黄手中的三叉戟 散发出漆黑之盲 更有一股外人察觉不到 可白小春却感受很清晰的逆凡的气息 这一刻 白小春再没有半点怀疑了 眼前这个邪黄 敌的确确 是逆凡的分身 而这把三叉戟 白小春知道 正是斩杀当初真正邪黄的法宝 想来也正是逆凡的宝物之一 面对这种间接的与逆凡之间的战斗 白小春深吸口气 全身修为与气势 在这一刻 毫无保留地直接爆发 轰轰之声滔天回荡时 白小春的身后 同样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一样扩散苍穹 与邪黄的漩涡 直接就碰撞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二人也瞬间出手 邪黄这是要拼命了 圣黄面色一变 身体差那一步走出 直奔战场而去 还没等圣黄赶来 邪黄手中的三叉戟 已然挥舞 散发出黑色的火焰 中竟勾勒出了一只黑色的眼睛 向着白小春猛地睁开 在睁开的一刹那 在其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的瞬间 就等于是三叉戟之力 穿梭虚无与时空 骤然而去的一刻 这黑色的眼睛 好似蔑视之眼 可以毁灭一切 可以摧毁所有 甚至在白小春的感受里 这黑色的眼睛 对她也能造成生死危机 彼岸未来惊 危险的瞬间 在那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的刹那 白小春猛地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时 这黑色的石头 正是苍穹巨人主宰逆凡的血肉之一 也正是当初大宝与小小诞生时 邪皇送来的不怀好意的贺礼 此刻被白小春抓在手中 施展了彼岸未来经 将自己的命运 与这十块相连 就等于是某种程度上 与逆凡主宰相连 白小春更是清楚明白 凭着自己的修为 怕是无法撼动逆凡主宰 可用这神通 间接地与这邪皇的命运连接 还是能做到的 毕竟 此人就是逆凡的分身 这一点的确定 才是白小春此刻出手的根源所在 也是他之前试探的目的之一 一切说来话长 就在白小春展开彼岸现在经 与这十块连接的瞬间 黑色眼睛的目光骤然而来 白小春全身猛地一颤 闷哼一声 鲜血狂喷 不死卷地恢复刹那爆发 与此同时 天空上的逆凡主宰 身体一动不动 可白小春对面的邪皇 却是面色猛地大变 不可能 他的声音刚刚传出 整个人就接连狂震 鲜血猛地大口喷出 身体一颤 亮腔的后退竖部 胸口更是深深凹陷下去 仿佛承受了无法想象的一击 第1257集 你敢骂我 彼岸未来今的可怕之处 就是命运连接 双方承受的伤害一样 这原本也没什么 可当白小春这里有不死卷的恢复后 当他的肉身之力惊人后 一切就不一样了 十成的伤害 在白小春这里 最多承受六七成而已 再有恢复之力 最后重伤便轻伤 轻伤便无伤 可他的敌人 若不具备这样的肉身与恢复 则双方之战 根本就不对等 此刻的邪黄就是如此 他鲜血狂喷 注意到了白小春手中的石块 他目中闪过一丝慌乱 正要继续出手 但他小看了白小春的无耻 几乎在邪黄要出手的刹那 白小春猛地抬起右手 在自己的胸口 狠狠地捶了一下 轰的一声 这一捶之中 白小春也都喷出鲜血 身体亮腔后退 不过他有不死卷 眨眼就恢复了不少 同时还不忘叫了一声 哎呀 你打中我了 好疼啊 邪黄眼睛猛得睁大 几乎在他刚要上前出手的瞬间 随着白小春的自残 邪黄蛙的一声 再次喷出大口鲜血 整个人披头散发身躯摇晃 狼狈到了极点 白小春 你无耻 邪黄整个人都要疯了 他心底的憋屈与抓狂 此刻已经到了极致 他甚至都后悔去试探白小春了 实在是眼前这个白小春 太过难缠 他的鞋地金碎了 他的骨龙被封了 他的太阳崩了 此刻就连施斩杀手锏 结果也都是自己伤得比对方还重 这也就罢了 这白小春居然还诡异地自残反伤 这就让邪黄心底的疯狂 已经无法去用言语来表达与形容 此刻在他的怒吼下 这场原本很严肃 甚至残酷的厮杀 还是被白小春无意间 改变了形式与气氛 老东西 你敢骂我 你这样骂我 我心会痛的呀 白小春眼睛一瞪 右手抬起 冲着自己心口就是一拳 轰鸣下 邪黄又喷出鲜血 他整个人气的嘴唇都开始哆嗦了 仰天大吼中 就要再次冲来 可却经受不住白小春的连续七八拳 轰击自身 到了最后 邪黄已经快要爆炸了 他为了与白小春斩断联系 居然会无手中的三叉戟时 目中露出疯狂 狠狠一捏 给我抱啊 随着邪黄的咆哮 他手中的三叉戟 直接就崩溃爆开 这可是逆凡的法宝 此刻随着崩溃 顿时就形成了一股黑色的风暴 这风暴似乎能穿透苍穹 穿透大地 在白小春与邪黄之间 悍然爆发 轰轰之声回荡间 白小春与邪黄都喷出鲜血 各自倒退时 这奇异的风暴 干扰了规则 影响了轮回 清扫了虚无 也斩断了白小春彼岸 未来今所形成的无形的命运之线 可就在命运之线被斩断的瞬间 白小春伤势有不死卷恢复 目中露出一抹寒芒 身体速度刹那展开 修为在这一瞬 再没有半点隐藏与压制 全面爆发 太古气势滔天而起的同时 他的速度远超闪电 直奔邪黄 甚至白小春还觉得自己速度慢 竟展开了不死境 速度漠然间又一次提升后 在靠近面色大变 身体想要后退的邪黄的一瞬 白小春又展开了汗山状 轰铃中 他本就惊人的极致速度 又一次超越 出现在了邪黄的面前 右手抬起 碎吼索舒然展开 向着邪黄的面孔 一把抓去 这一切太快 邪黄心神狂震 若是换了以往 他可以闪躲避开 可如今伤势太重 他尽管以全力避开 可以将头颅扭转 却还是无法真正闪躲 白小春碎吼索的一击 使得白小春的手 虽没有抓在他的脸上 可却抓在了他的肩膀上 给我现出原形 白小春目光一闪 大吼中右手猛的一拽 轰的一声 他竟在抓住了 邪黄的肩膀上时 直接要将其全身的皮 一把撕扯下来 随着邪黄的皮被撕扯 邪黄发出凄厉的嘶吼 身体急速后退时 露出了其皮下此刻 不断蠕动的血肉 而这些血肉 此刻似乎在失去了皮后 被永恒先欲的规则发现 其四周顿时扭曲 而他的身体 也无法维持人形 竟不受控制的 不断的扭曲中 渐渐地成为了一只血红色的大蜥蜴 可依旧还是有痛苦的嘶吼 从其口中传出 显然没有了皮囊 又没有那片蜘蛛网遮盖 完全地暴露在了 永恒先欲的规则下的他 正承受某种 来自永恒先欲的削弱灭杀 这大蜥蜴的出现 顿时就让四周残存的 所有邪黄朝之人 全部愣了一下 尤其是几个参与了 当年蜘蛛网那事件的天尊 一个个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脑海掀起惊天轰鸣 主宰分身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这一切不可能 邪黄居然是主宰分身 无数地喧嚷 前所未有的惊天回荡 而此事也太过骇人听闻 前一刻还是邪黄 下一瞬 居然成为了争鸣的异兽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蜥蜴的来历 可随着四周几个邪黄朝的天尊 失声惊呼 渐渐地 附近所有还存活地修饰 一个个都心神再次震荡摇曳起来 而白小纯此刻自然也不会放过机会 他右手抬起一指 被自己撕下了皮囊后 正在嘶吼的大蜥蜴 口中的声音传遍四方 诸位永恒仙玉的道友 邪黄早在多年前 就已然被这天外大敌的分身残杀 更是被其包下皮囊 礼仪带桃江 眼前之一兽 就是天外大敌的分身 白小纯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吸气之声顿起 而这消息也以极快的速度 立刻就被传播开来 蔓延整个永恒仙玉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天空波动泛起 圣皇的身影刹那出现 他看着邪黄化作的大蜥蜴 整个人也在震战 呼吸极为的凝重 就算是他 也都从来没想过 邪黄居然是大敌的分身 难怪当年残善来临 血肉十块掉落后 你要放走其内义务 难怪这些年来 你对于探查主宰封印之事 每次都是不断在推脱 圣皇死死地盯着化作大蜥蜴的邪黄 声音越发冰寒 就在这众人惊骇 圣皇到来时忽然地 嘶吼的邪黄猛地抬起头颅 眼睛赤红 他的目中没有其他人 只有白小春 白小春 你坏我大事 我要你死 邪黄咆哮 身上的气息又一次爆发 好像要逆天一般 甚至在其气势散开的瞬间 苍穹上逆帆 主宰那庞大的头颅 似乎也都散发出一层黑色的光芒 这光芒随着闪耀 竟使得邪黄这里 不但伤势全部恢复 甚至修为也再次攀升起来 整个人的战力 直接就超越了曾经 达到了一个 在他身上前所未有的巅峰 隐隐的 居然在他的身后 都形成了一尊虚影 这虚影在所有人看去 都心神狂震 那正是缩小了很多的 天空上的主宰巨人之影 圣皇面色大变的瞬间 邪黄目中散出疯狂与煞气 嘀吼一声 白小春 没有人可以阻止灭尊的苏醒 开口的同时 邪黄全身猛地一抖 竟从他的身体内 刹那间 就飞出无数的黑色蝗虫 这些蝗虫眨眼间 就铺天盖地 密密麻麻 数量之多不可计算 形成了一片片黑云 好似要将苍穹遮盖 发出刺耳的嗡鸣声 一部分直奔白小春 可更多的近视扩散开来 目标是 这四周的所有修饰 显然是要展开寄生之法 这蝗虫其他人不认识 可白小春在看到的瞬间 他的心神就猛地震战 他的呼吸也都急促无比 这是 他在道臣的记忆 所看到的逆凡的神通 他清楚地知道 一旦这些蝗虫寄生 那么可以在瞬间 就吸干一个修饰的 全身血肉与修为 从而衍生出更多的蝗虫 第1258集 陨落 在释放了蝗虫后 邪黄竟身体猛地倒退 似要逃顿 直奔苍穹 白小春正要去追 而显然这从邪黄体内 飞出的蝗虫 又与道臣曾经记忆里的不同 在白小春的神识内 这些蝗虫任何一只 竟都有不弱的修为 似乎具备某种奇异之力 好似于永恒先遇的规则不同 近无视空间的距离 似乎只要一飞 就可杀那临近任何一个修饰 哪怕圣皇试图出手 可却明显的 他的术法神通 竟被那些蝗虫 直接穿透而过 危机关头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他右手猛地抬起 向着下方默然一按 第四神通引杀之法 骤然展开 瞬间这四周虚空扭曲 眨眼间扭曲的范围 就直接蔓延 覆盖了所有蝗虫所在的区域 更是在这扭曲下 出现了引力 而随着引力的出现 这里的时间流速 也刹那就被改变 这些数不清的蝗虫 即便是无视永恒先遇规则之力 可在这时间引力的流速下 也依旧还是被影响 肉眼可见的 它们的速度 也都立刻缓慢下来 圣皇目光一宁 知道这些蝗虫若不驱除 必有后患 此刻在它们速度慢下来后 立刻出手 有圣皇出手 白小春不再参与 它身体一晃 速度立刻爆发 直奔苍穹中的蝗虫追杀过去 它的速度越来越快 可蝗虫那里静也不慢 眼看短时间似乎无法追上 白小春冷哼一声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顿时 它前方续舞扭曲间 竟有一艘孤舟 漠然幻化出来 白小春一步踏上此周 神念散开时 这孤舟爆发出了 超越太古的极致速度 它正是宝山上的那艘孤舟 此周速度之快 眨眼间 其呼啸声就轰鸣整个世界 直接就追上了邪黄 而因速度太快掀起的风暴 也让邪黄那里面色在变 想要闪躲时 白小春低吼一声 身体从孤舟上一跃而起 右手握拳的瞬间 她的身后出现了一尊巨大的虚影 带着地关 穿着地袍 正是白小春的不灭地拳之影 只不过这身影的右手 是主宰手臂 于是 这不灭地拳 就成了不灭主宰拳 没有半点迟疑 在修为与肉身的全面爆发下 白小春一拳轰杀过去 仿若天威 这一拳打出了白小春 如今战力的极致 无可抵抗 毁天灭地 轰鸣中 一个巨大的漩涡 直接在她面前卷出 好似一张大口 直奔邪黄吞噬过去 仅仅是掀起的风暴 就让邪黄这里全身颤抖 哪怕她的修为 比以前要强悍了不少 可面对白小春这惊世的一拳 她依旧还是无法抵挡 尤其是这一拳内蕴含的主宰气息 更是锁定了邪黄的全部退路 使得邪黄这里颤抖中 发出嘶吼咆哮 带着不甘心 带着疯狂 带着绝望 她口中传出复杂难懂的咒语之声 身体内更是散出大量的黑气 这些黑气猛地凝聚在一起 竟形成了一枚黑色的钉子 白小春 你给我去死 邪黄目中的怨毒强烈无比 在这钉子形成后 她的身体居然在这一刻枯萎 无数血肉 竟然被那钉子立刻吸收吞噬 整个身体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彻底枯萎下来 最终更是完全消散 所有的血肉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修为 与一切的一切 都成为了这钉子的养分 而这钉子 在吸收了所有之后 竟不再是虚幻 而是变得好似真实存在 其上散出的诡异煞气 也随之冲天起 散出了对白小春而言 让她心惊肉跳 出现生死感应的强烈危机 没有半点停顿 这钉子化 做一道黑色流星 直奔白小春轰鸣而来 白小春面色难看 这钉子的出现 她立刻就想起了先后 眉心的那枚黑色钉子 他们除了气势上的不同外 看起来一模一样 她来不及多想 此刻嘀吼中 不灭主宰拳 被她强行地再次提升 甚至其身后的虚影 除了主宰手臂外 其他部分都已经虚幻 似乎与这钉子的原理一样 融合吸收其他部分 来催发更多的主宰气息 使得白小春这一拳 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天战力 这一切突变与应对 实际上都是瞬间发生 眨眼的功夫 白小春的不灭主宰拳 就与这呼啸而来的钉子 直接就轰击在了一起 巨想滔天回荡 轰隆隆的声音让世界颤抖 让苍穹似乎要崩溃 让大地都在震战 这是太古战力的巅峰一击 无论是白小春 还是被逆凡加持之后的 分身邪黄 无不都是站在了 太古境界的最强境界 尤其是白小春这里 此刻数倍的爆发下 好似真正的主宰之拳 一击汗穷 只是这钉子太过霸道 双方碰触的瞬间 就彼此不断地削弱与对抗 白小春的不灭主宰拳 形成了巨大身影 远远一看 竟急速地崩溃瓦解 可那钉子上的诡异气息 也同样在飞速地减少 双方在这不断地轰击下 最终随着白小春的主宰之拳 彻底崩溃 那钉子也不再是黑色 而是成为了灰色 看似已无余力 可就在这时 在这灰色的钉子上 忽然浮现出了 邪黄争鸣的面孔 竟是他最后一丝残念 此刻再次爆发 使得这钉子速度飞跃 直奔白小春眉心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使得四周所有关注之人 无不惊呼 但白小春性格稳妥 之前在看到黑色钉子时 他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此刻就在这灰色钉子到来的瞬间 一道乌光 从白小春身体内散发出来 桂文锅直接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咚的一声 与那黑色钉子碰触到了一起 桂文锅振战 虽重新化作乌光 融入白小春体内 可却成功地阻挡了那钉子的去世 骑上邪黄的最后一丝残念 带着不甘与气候 正要逃顿 却被白小春右手抬起 一把就将这个灰色的钉子 抓在了手中 没有半点迟疑 白小春目中露出狠辣 神石骤然散开 将这灰色的钉子上 邪黄的残念 瞬间就抹去 随着抹去 他的耳边好似传来一声 淒厉的惨叫 渐渐烟消云散 至于下方的那些蝗虫 也在白小春的隐杀区域 减缓流速后 被圣皇全部抹去 此刻圣皇也面色凝重 一晃之下 到了白小春身边 看向白小春手中的 那枚灰色的钉子 这钉子 完全是血肉凝聚出来 散发出惊人的生机 甚至这生机之强 都堪比一位太古的全部 在白小春手中似要挣扎 可却随着白小春神识的扫过 抹去了所有的念头后 最终变成了白色 一动不动了 白小春将这钉子收起 目光与圣皇对望 都看出了彼此的忧虑 同时抬头 看向苍穹上 那巨大的遮盖了半个天空的头颅 与此同时 邪皇城此刻残存的众人 一个个也都沉默茫然 相比于他们 邪皇城的那些天尊 一个个深吸口气 纷纷飞起靠近白小春 立刻拜见 更是将巨鬼王也送了过来 巨鬼王虽昏迷 可却无碍 这一点白小春之前就知晓 甚至他也早就在到来时 暗中在巨鬼王那里 散出了一缕神念守护 拜见魁皇 拜见圣皇 他们的拜见 已然说明了他们的态度 邪皇出了问题 邪皇朝也将不复存在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无论是白小春还是圣皇 都会彼此抢夺一番 可如今 他们都没有了心情 通天道人哪 白小春忽然问道 他之前神识扫过 没有在邪皇城内 看到通天道人 此刻随着开口 那几个天尊沉默片刻 圆妖子低声禀告 魁皇 通天道人已经失踪了很久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白小春眉头皱起 正要继续发问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一声好似开天辟地 仿佛在永恒仙域上 从来没有过的巨响 骤然间从天空上猛烈地传来 回荡整个永恒仙域所有大陆 随着巨响而来的 则是浓郁到了极致 蕴含了无穷死亡与毁灭 仿佛整个星空的黑暗源头般的邪恶气息 骤然降临 白小春与圣皇 以及整个永恒仙域的所有人 都面色大变 齐齐抬头时 他们看到了在那苍穹上 逆繁巨大的头颅 齐闭着的双眼 居然又动了一下 第1259章 风波再起 圣皇到吸口气 全身汗毛在这一瞬都直接竖起 一股来自灵魂 似刻画在了轮回中的战速之感 直接就在他脑海里轰然爆发 那是一种本能的危机感 就好似遇到了天敌一样 有着同样感受的 是整个永恒仙域上 此刻几乎所有人 但凡是在这永恒仙域诞生的生命 在这一瞬 都控制不住地生起 前所未有的惊恐与骇然 如同末世降临 天外大地动了 传说是真的 这巨人一旦苏醒 将要毁灭一切 无数的惊呼声 在永恒仙域的各个地方 都陆续传出 恐惧哗然之声 回荡整个天地 甚至就连永恒之海 似乎也有麒麟 同样在看到逆反主宰眼皮动了一下时 身心俱正 那种感觉 敌的确确就好似遇到了 生命中的宿命大敌一般 而他这里应道成的记忆 所以在感受上更为复杂 此刻呼吸凝重的同时 只见苍穹上的逆反主宰 随着其眼皮的震动 他的身上竟在这一刹那 出现了两条线 这两条线 一条是从其眉心到丹田 另一条线 则是从其右肩到丹田 只是如今这两条线 右肩的那条 已有两成案板 似乎失去了威能 只靠余下的八成 来维持其存在的作用 可这还算是好的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那条从逆反眉心散出 连接到丹田的线 这条线暗淡的部分 居然达到了八成之多 此刻只剩下了不到两成 散出微弱的光芒 似乎随时可以失去光辉 这两条线 白小纯不懂其含义 甚至整个永恒先欲的修饰 懂得其含义者 也都凤毛麟角 可一旁的圣皇在看到后 却是面色陡然大变 甚至身体都控制不住地颤抖 狮声惊呼 断了一条 随着她的惊呼 白小纯也心神颤动间 在那眉心道丹田的线上 感受到了一股血脉的波动 似乎那条线 与他们魁皇朝的血脉 存在了深远的关联 这种感应 让白小纯双目收缩 隐隐地猜到了答案 没等白小纯发问 圣皇已然快速开口 道出原位 应该是三条线才对 这是当年永恒之母 创造的三位永恒之子 在与天外大敌一战中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甚至就连永恒之母 也都付出了太多太多 这才形成了三条血脉封印之线 圣皇急速开口 将他所知道的隐秘 全部说出 实在是如今的永恒仙玉 随着这逆反主宰的震动 意味着浩劫即将降临 在这个时候 圣皇已经不在意个人的权势了 他在意的是 整个永恒仙玉的生死存亡 一旦大敌苏醒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阻挡 等待他们的将是整个天地的漆黑与坍塌 这三条线 任何一条都至关重要 那是主宰成都的世界之法 也正是因这三条血脉封印之线的存在 才可以让这域外大敌沉睡至今 圣皇声音带着焦急 语速极快 其中 左侧肩膀到丹田的 是邪祖封印 右侧是圣祖 至于中间的 则是魁祖 邪祖的那条线断了 如今来看 显然是真正的邪皇在死亡后 失去了镇压之力 又被假邪皇多年来干扰查看 虽只是断了一条 可千亿发动全身 如今 就连我圣皇朝的那一根 也都只剩下了八成左右 而魁皇你那里的血脉封印之线 应该是因你们归来的太晚 或者说 太古境界出现的太晚 所以镇压之力不足 如今被腐蚀到了近乎要消散的程度 一旦这两条血脉封印之线再断了 那么这尊天外大敌 就会真正苏醒 就在圣皇开口的同时 苍穹上的逆凡主宰 其身体静猛地震战了几下 尤其是眼皮的动弹极为明显 似乎他正在全力挣扎 试图将封印自己的那两条血脉之线 直接崩断 可以看到 那两条线 在这逆凡主宰的挣扎下 越发地暗淡起来 可以想象 这么持续下去 怕是用不了几个月 这两条线 就会彻底崩溃开来 实在是假邪皇的死亡 使得逆凡主宰的耐心失去 他不愿再慢慢地消磨封印 等待复苏 而是打算一鼓作气 强行苏醒 有什么办法 可以加固封印 白小纯深吸口气 他虽怕死 可也明白 一旦逆凡苏醒 世界都将陷入黑暗 此刻就算是再害怕 除非是坐以待毙 否则的话 就只能奋起反抗 只有一个办法 你我靠近这巨人的身体 分别踏入各自的血脉之线内 用自身的血脉之力 续接封印 将其重新恢复 一旦失败等待我们的 就是永恒先遇的灭亡 这所谓的天外大敌 具备了至强主宰的恐怖之力 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而这封印 也只有修为到了太古后 才能激发出足够的血脉 也就只有你我二人才可以 圣皇目中露出决然 他虽平日里很是虚伪 可如今这一刻 他收起了一切以往的性格 目中露出了坚决与果断 听到圣皇说 要进入逆凡体内 用自身血脉恢复封印 白小纯也吸了口气 尽管来自这逆凡主宰的 威压太大 可他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随着逆凡主宰的再次挣扎 代表奎祖的那条线 再次暗淡了一些 居然只剩下了一成多 势不宜迟 圣皇焦急 身体骤然飞出 直奔苍穹逆凡主宰而去 速度之快 显然是爆发出了权力 甚至在他的身后 都出现了一轮月亮的痕迹 白小纯也狠狠一咬牙 身体同样飞出 呼啸间追上圣皇 二人化作长虹直奔长空 随着靠近 逆凡主宰惊人的身躯 在他们眼中越发的庞大 到了最后 几乎都看不到 逆凡主宰的头颅 能看到的 只是其好似大陆一般的胸口 尤其是在靠近时 逆凡主宰还在挣扎 这种挣扎在近距离去看 好似地震一般更为明显 还有轰鸣巨响时而回荡 尤其是其威压 更是扩散星空 使得圣皇面色越发苍白 白小纯因有主宰气息 还能勉强承受 就这样 二人都展开全部修为 距离这逆凡主宰越来越近 最终二人分开 圣皇直奔那主宰右侧肩膀的封印之线 而白小纯 则是展开更快的速度 在那扑面而来 好似风暴般的威压下 直奔逆凡主宰的眉心 那里 就是他的血脉之线 如今还存在的地方 可就在二人都急速靠近的瞬间 忽然的圣皇面色一变 白小纯也立刻发现 在这逆凡主宰的身躯上 居然有一层看不到的臂障隔膜 面对着臂障隔膜 圣皇低吼中身后的月亮痕迹 瞬间燃烧 竟是不惜毁去自己这本命之宝 换来了一股冲刺之力 使得那臂障隔膜内的血脉封印之线 散出血脉之光 相互辉映之下 这才穿透了臂障 踏入到了血脉封印之线内 消失不见 白小纯这里则简单很多 他的血脉封印之线黯淡 无法帮助辉映 所以 在接触这臂障隔膜后 白小纯索性直接展开了不死境 以太古秀为施展的不死境 直接就穿透了逆凡主宰身体外的臂障 出现时 也在了奎祖血脉封印之线的旁边 站在那里 白小纯回头看了一眼大地 他能隐隐看到 似乎这一刻 所有永恒先欲的修士 都在紧张忐忑中抬头 不管能不能看清 也都在注视着自己与圣皇 白小纯叹了口气 此事的变化太过突然 以至于白小纯此刻 都有些难以接受 可无论如何 他明白自己没有其他选择 此刻沉下心来 咬牙中直接迈入血脉封印中 在他与圣皇都进入血脉封印后 永恒先遇上几乎所有的修士 在这生死危机与恐惧里 他们做不了其他的事情 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心底祈祷 第1260集 修复封印 逆凡主宰的身躯太过庞大 在白小纯的眼中 面前出现的血脉封印之线 就好似数十条山脉排列在一起搬磅礴 若非其内散出的强烈的 回祖血脉气息与白小纯形成了共鸣 即便是他穿透了臂障 也都很难靠近这血脉封印之线 此刻随着踏入 白小纯眼前一花 当一切清晰时 他已然在了一处昏暗的空间 这里准确地说 既是逆凡主宰的身体 又是血脉封印所在 而若是更准确的话 则是逆凡主宰的一条经脉 这条经脉 并非先天就有 而是当年的三大永恒之子 与其一战时 借助封印之力塑造出来 强行构架 此刻白小纯就是在这条 被塑造出的经脉中 四周虽很辽阔 可却鸦雀无声 可在白小纯进入此地的瞬间 他的身体竟散发出了血色的光芒 随着光芒的散出 白小纯立刻感觉自己好似 成为了一个漩涡 这四周的一切 居然都以自己为中心 这条经脉 就好似干枯的大地 而白小纯的到来 随着其身上血脉之光的扩散 立刻就滋润八方 更是引起了四周 更强的血脉共鸣 仿佛它成为了 这条经脉的源头 感受着体内血脉的扩散 感受着自己到来后 四周血脉的共鸣 白小纯立刻就明悟 如何修复血脉封印 我成为了源头 那么修复封印 就是要让我牵引 四周的血脉之力 就好似牵引那条 血脉封印之线 直奔主宰的丹田之处 与那里连接上后 就等于是修复了封印 在这个过程中 我若是陨落 则封印失败 同样的 若是放弃从而逃走 也一样是修复失败 白小纯长叹一声 她明白自己 已经没有退路了 此刻狠狠咬牙 带着身体散出的血脉之光 向着这条经脉的尽头 静止冲去 越快到达丹田所在 就越快修复封印 白小纯的速度全面爆发 没有半点停顿 一路呼啸 此刻在另一条经脉内 圣皇也是如此 全身散发圣祖血脉之光 同样急持 而在逆繁身体之外 永恒仙域上 此刻所有关注之人 全部都能看到 苍穹上的逆繁主宰 其庞大的身体上 之前那两条暗淡的线 此刻都散发出明亮的光芒 正在缓缓地移动 随着光芒的移动 逆繁主宰身体的挣扎 似乎也都受到了影响 渐渐缓慢下来 可这封印 根本就不可能如此顺利 此刻在众人的紧张中 白小纯所在的经脉 在她的及时下 白小纯双目猛地一缩 在她的前方 原本空旷的区域 此刻瞬间扭曲 竟有一道道幽影 飞速地幻化出来 有的是修士 有的是异兽 密密麻麻 足有数万之多 可毫无例外 她们没有任何生机 散出死气的同时 甚至身体也都是虚幻 可凶残之意 却是极为强烈 就仿佛白小纯 在她们的眼中 是她们的生死大敌一般 在出现后 这些幽影一个个 发出嘶吼咆哮 直奔白小纯冲来 这里面 有的修为原音 有的修为天尊 铺天盖地 瞬间临近 数量虽多 可却没有太古站立 白小纯目光一扫 身体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就展开了汗山状 远远一看 就好似化作了一道流星 仿佛可以摧毁一切 直接就撞击过去 轰轰之声震动八方 随着白小纯的撞击 她前方的那些幽影 一个个不断地崩溃 眨眼间就被白小纯 生生地撞出了一条通道 可这些幽影 哪怕身体碎灭 也都毫不消散 立刻重新组合在一起后 不顾一切地来阻挡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偏偏在四周 还有更多的幽影幻化出来 加入到了阻挡之列 到了最后 数量之多 根本就难以计算 就算白小纯强悍 可面对如此数量 惊人的幽影 杀又杀不死 她的速度 也不由地缓慢下来 该死 白小纯怒了 右手默然抬起 掐绝一指 顿时一盏长生灯幻化出来 随着白小纯修为的扩散 顿时她四周的所有幽影 瞬间就化作了长生灯 随着燃烧 白小纯速度再次爆发 一路横扫 试图杀出去 逆凡 你逃不掉 逆凡 我要杀你 逆凡 我就算是死 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随着白小纯的冲击 四周的幽影内 渐渐传来了嘶吼 在这嘶吼回荡中 又有一批幽影幻化 向着白小纯咆哮而来 白小纯此刻也看出了端倪 知道这些幽影 应该就是逆凡主宰 无法来阻挡自己 所以用奇神念幻化出这些幽影 虽没有了曾经的战力 可却某种程度上不死不灭 眼看越来越多 白小纯着急了 太古修为再次爆发下 她的身体外形成了风暴 轰鸣中一路冲击 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强行地在这弥漫了幽影的经脉内 不断地冲杀 时而汉山壮 时而长生灯 到了最后 白小纯索性掐绝间 过去经大范围的施展开来 形成了数不清的符文 让这些幽影自行封印 放眼看去 符文璀璨 无边无际 好似形成了符文之海 而那些幽影 则被困在了海中 一时之间无法挣脱出来 使得白小纯终于冲了出去 略松口气后 白小纯没有回头 继续速度爆发 越来越快 甚至在她的掐绝下 她的四周 也渐渐形成了一道道闪电 这些闪电相互追逐般 在她的四周凝聚得越来越多 在遇到幽影时 往往白小纯只是一眼扫去 顿时她四周闪电 就排山倒海般 轰然爆发吞噬过去 以这样的方法 白小纯直接就杀出了一条道路 与此同时 圣皇那里也遇到了一样的幽影 身为太古强者 虽与白小纯无法比较 可圣皇本身也很是强悍 哪怕手段迥然 可在速度上丝毫不弱多少 其全身散出月盲 所过之处 一道道月光刹那而去 直接在她的前方 一路轰开了通道 使得她带着血脉之光 急迟不停 更是时而从其身上 盛开出一朵朵虚幻的莲花 每一次莲花出现 她的四周都会形成 大范围的坍塌 轰鸣声中 葬下大量幽影 圣皇也是拼了全力 从邪皇身份被揭穿后 他就感受到了 来自巨人主宰的强烈的危机 在这生死浩劫里 他对白小纯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无比 此刻低吼中 圣皇全身光芒扩散 速度更快 在永恒先遇的大地上 无数人的目光中 逆反主宰身体上的两条线 此刻光芒更为强烈 只是相比于白小纯那里 圣皇的线 因其本身就暗淡得不多 所以看起来似乎更为稳妥 尤其是在他那极致的速度下 如今看去 居然距离丹田的位置 已经走完了一半 至于白小纯 魁祖的血脉封印之前 暗淡了八成 他虽不算是重新塑造 可也相差不了多少 此刻在其速度的爆发中 也从之前的一成多 将这血脉封印 修复到了两成以上 可越是这样 永恒先遇的众人 就越是紧张忐忑 尤其是大天狮等人 更是如此 一个个神色忧虑的同时 也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场事情 出现得太过突然 可以正是因为突然 所以给了白小纯与圣皇 以此能修补的机会 否则的话 若是没有这一次的斩杀邪皇 怕是当邪皇的一切计划都稳妥后 等待永恒先遇的 将是一场无法逆转的死亡之节 第1261集 足 经脉内的轰鸣巨响 永恒先遇的人感受不到 甚至里面遇到的危险 外面的人同样看不到 他们只能远远地注意到 白小纯与圣皇所代表的光点 在飞速地拉动整条封印之线 慢慢地移动 而一旦停顿 就代表着遇到了对抗 此刻白小纯的身体 就第一次停顿下来 他的前方在那扭曲中 出现的又一批幽影 一共九个 居然散发出的 都是太古修为 哪怕这气息很是微弱 可九个太古幽影 还是让白小纯这里面色一变 尤其是他们 在出现后 一个个凶藏狂暴的样子 仿佛是把白小纯 当成了逆凡一样 那种杀戮之意格外强烈 该死 我又不是逆凡 你们对逆凡的仇恨 干嘛发泄到我身上 哪怕知道对方 是逆凡神念幻化而成 故意保留了他们生前的怨恨 可白小纯还是忍不住怒了 此刻右手握拳 为了尽快修复封印 白小纯在短暂的停顿之后 又一次冲出 右手拳头 更是凝聚了肉身之力 虽不是不灭主宰拳 可哪怕不灭地拳 以他现在的战力 依旧惊人 轰轰之声 随着双方接触 顿时爆发 白小纯根本就毫不闪躲 凭着自己的不死卷恢复 他索性直接杀了过去 轰的一声 一拳将一个太古幽影 直接打得崩溃爆开后 白小纯猛的一晃 再次出现又一尊太古幽影身边 又是一拳 就这样 在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里 白小纯彻底爆发 凭着其强悍的肉身 这一切干净利落 快速无比 没等这九个幽影重新凝聚 白小纯已然飞速及时 离开了这片区域后 他微微气喘 直接就取出丹药吞下 再次一路轰鸣 可很快的 他的前方又一次出现了太古幽影 这一次的数量超出之前 居然有足足二十个之多 这就让白小纯叫苦了 可如今没别的办法 白小纯眼睛出现血丝 低吼一声 双手掐绝石 立刻就展开了彼岸未来精 随着经文的施展 随着命运的相连 白小纯大吼中 再次杀了过去 碎吼索 汉山壮 长生灯 一切并非特别耗费修为的神通术法 被白小纯全部展开 他知道这条路漫长 且越是后面 估计就越是艰难 实在不敢肆无忌惮地耗费修为 尤其是在这经脉内 白小纯也察觉到了 四周没有灵力 修为一旦耗费 很难补充 不过好在此的充斥血脉之力 使得白小纯的肉身与恢复 都明显比外面强了一些 此刻轰鸣之声不断地回荡中 白小纯再次冲杀 一路横扫 渐渐按照他的估计 自己已飞出许久时 幽影的到来也越来越少 可白小纯的心底却更为警惕 随着前行 他的神识已然察觉到 在前方有一团很是惊人的气息 正在飞速的酝酿之中 没过多久 白小纯忽然脚步一顿 双目猛地收缩 在他的前方 此刻经脉内 随着四周的扭曲 竟有一口赤色的棺果 缓缓飘浮 这棺果内 散出让白小纯心惊肉跳的气息 似乎并非羞逝 可却透出无尽的凶残与疯狂 几乎在白小纯看到这棺果的刹那 棺果猛地散出刺目鸿芒 直奔白小纯呼啸而来 速度飞快 刹那临近 你白爷连鬼都不怕了 还怕你一口棺材 白小纯眼睛一瞪 右手掐绝默然一指 顿时在那棺果的四周 立刻虚无弯曲 引力出现 时间流速缓慢 使得其惊人的速度 此刻一下子慢了下来 白小纯没有迟疑 身体一晃瞬间临近 右手抬起时 首次展开不灭主宰拳 一拳落下 八方轰鸣中 他身后虚影出现 同样一拳 轰轰之声回荡 那光果试图闪躲 可却被时间束缚 根本就难以避开白小纯这拳力一击 刹那间 他的拳头掀起的风暴 就直接轰在了光果上 整个光果顿时震战 咔咔声中直接崩溃爆开 四分五裂 可就在碎裂的刹那 一声淒厉的嘶吼 骤然间从这碎裂的光果内传出 一片血光更是扩散八方 好似形成了血海 一条巨大的血色鳄鱼 竟飞速地冲了出来 向着白小纯 直接张开大口 似要将其声声吞噬 更是从其身上 散发出让白小纯心惊的太古波动 这波动之强 甚至都与之前的邪黄不相上下了 若是换了在外面 对付此物还好一些 可在这里 白小纯心知肚明 对方几乎是不死不灭 如此修为 又有不死不灭之体 就算是打崩了 也可以重新凝聚 一旦被纠缠的话 不但浪费了修复封印的时间 甚至很有可能在这四周 形成更多的优异 速战速决的话 唯有这一招了 白小纯身体默然后退 深吸口气的同时 右手掐绝 猛地向着下方一按 水则 轰轰之声顿时爆发 哪怕是在这主宰体内 可依旧随着白小纯的开口 四周瞬间水汽弥漫 甚至下方都出现了虚幻 好似化作了一片浩瀚的沼泽 国度 白小纯大吼一声 这还是他成为太古后 第一次展开水则国度 也唯有用这个办法 才可以将这该死的鳄鱼 直接摧毁 使得白小纯可以迅速离去 几乎在国度二字开口的一瞬 这水则顿时爆发 一股比那鳄鱼 还要凶残无数倍的气息 直接就扩散开来 方才还凶残无比的鳄鱼 此刻竟身体猛地一颤 他原本疯狂的目中 此刻居然露出了恐惧与骇然 还没等水则国度内 白小纯的本命之兽出现 这条鳄鱼居然直接掉头 刹那逃走 这一幕直接就让白小纯愣了 他忍不住挠了挠头 实在是他之前施展水则国度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而且在他的判断里 那鳄鱼应该是逆凡神念所化 可居然还会逃走 这就让白小纯诧异了 难道不是逆凡神念所化 又或者说 因这条鳄鱼生前太强 所以死后还残留了一丝本能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纯说不定还会让那本命兽出现 可如今他赶时间又心痛凌厉 索性直接一挥手 在水则国度内 传出其本命兽憋屈的嘶吼时 水则国度直接消散 来不及多想 白小纯立刻展开速度 向前及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圣皇那里 在将其血脉封印修复到了九城 即将要到达主宰丹田时 遇到了他这一生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的 前所未有的阻挡者 圣皇所在的通道内 圣皇身体颤抖 看着自己的前方 屹立在其通道内 原本一动不动 可现在却睁开了双眼的身影 那身影相貌俊朗 很是儒雅 眉心有一团火焰的印记 随着其双目睁开 居然从其瞳孔内 露出了沧桑岁月流转的光芒 圣祖 圣皇声音苦涩 笛声喃喃 他眼前之人 正是三位永恒之子中 当年的圣祖 也就是圣皇的先祖 其血脉的源头所在 这一战 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 随着圣祖睁开眼 随着其抬起脚步 一场同样血脉 可却不同意志的战斗 轰然展开 这场战斗没有持续多久 圣皇喷出鲜血 惨孝中不得不离开了 这条封印血脉之线 他若不走 必定死在这里 可随着他的离去 这条血脉封印之线 顿时黯淡 眨眼间 更是在永恒先遇 所有人的注视下 主宰身上的这条线 居然寸寸碎裂 彻底崩溃 不成功 就彻底失败 这一幕 让离去之后的圣皇 更为绝望 他忽然明白了 或许这才是巨人主宰 其挣扎的原因所在 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他这是要借助 圣皇与白小船的力量 来加速自己的封印崩溃 第1262集 美南纪 永恒先遇浩劫 将至圣皇惨效 飞出了主宰的身体后 他看着那庞大的巨人 此刻身体的振动 更为强烈 圣皇的心也都跌入谷底 他只能将一切希望 都寄托在了白小船那里 若是白小船的血脉封印之线 也崩溃了 那么永恒先遇 就将真正的灭绝了 与此同时 永恒先遇上的所有人 此刻全部都颤抖起来 他们看到了圣皇的失败 看到了第二条线的崩溃 也看到了巨人主宰的挣扎 越发强烈 奎皇 最后的希望 奎皇 一定要成功啊 无数人在颤抖中 将全部的祈祷 都放在了白小船那里 就算是圣皇也是如此 凝聚了整个永恒先遇 全部希望的白小船 此刻在其血脉封印的经脉内 身体也是一顿 呼吸一蹴 他感受到了 这条经脉内 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四周原本已经少了的幽影 一下子又多了起来 他虽不知道 外界出了什么问题 可却有种不妙之感 这种感觉 让白小船心底出现了强烈的交集 滴吼中速度更快 趁着四周的幽影 在幻化的时间 猛然冲去 甚至修为之力 白小船也都无法继续减缓释放 此刻整个人化作风暴 锁过之处 催枯拉朽 一切幽影都无法阻挡 带着他身后的血脉封印之线 在外界众人的墓中 距离丹田越来越近 从之前的近乎三成 已经到了五成 六成 七成 这一路横扫 白小船的吼声不断地传出 不死卷的恢复 也都展现到了极致 这才使得他 从那千军万马的幽影中 生生地杀了出来 可就在 他将血脉封印之线 修复到了七成多 近乎八成时 忽然地 白小船脚步再次一顿 他看到了前方无数的幽影 后方 赫然有一个低着头的女子 这女子穿着一身宫装 看起来很是优雅 她四周的那些幽影 似乎也都不敢靠近 所以造成了这女子的周围 一片空旷 当白小船看向这女子时 她也抬起了头颅 露出了一张绝世容颜 先后 白小船睁大了眼 下意识地 就摸了摸自己的储物袋 这女子 正是先后 可显然与白小船 收入储物袋的先后 不一样 似乎眼前这个 逆凡神念所化的先后 是其生前的样子 也是巅峰的时刻 那一身太古极致的波动 让白小船很是头大 几乎在二人 目光对望的瞬间 先后目中露出冷漠 其右手竖然抬起一挥之下 顿时她前方那些幽影 一个个就嘶吼中 直奔白小船而去 与此同时 先后也迈不肩 化作了一道长虹 带着惊人的气势 直奔白小船 该死的 这娘妈 莫非克我 白小船低吼中 也向前冲了过去 身体外的风暴 在与四周的幽影碰触时 立刻自爆 掀起狂暴的冲击 横扫八方 那些幽影无法承受着风暴之力 可对于先后而言 根本就不在意 她速度没有半点减缓 直接就白小船碰触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顿时滔天 回荡四周的同时 白小船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急速倒退 虽不死卷的恢复 让她很快就伤识痊愈 可她的头却更痛了 尤其是先后那里 在彼此这轰击中 其身影虽也涣散了不少 可却刹那重新凝聚后 白小船长叹一声 我还有一个杀手锏 若还不行的话 就只能用水则国度了 白小船狠狠一咬牙 她心底还是打算节省修为 此刻眼看先后再一次来临 白小船深吸口气 双眼闭合 在先后靠近的刹那 白小船双目默然睁开 一股与她自己的气息 完全不同的气势 轰然爆发出来 那是岁月沧桑 那是沉稳无比 那是至高无上 这正是道辰的气息 小师妹白小船目中露出追忆 轻声喃喃 这话语一出 那原本面无表情 只是目中冰寒的先后 突然身体一颤 竟在半空中停顿下来 身体越发颤抖 正正地看着白小船 其神色渐渐露出挣扎之意 白小船眼看着招管用 强抑着心跳 让自己越发逼真的同时 使劲地散出主宰气息 更是全身心地模仿道辰主宰 珊珊 好久不见白小船柔和地开口 努力让自己表现出轻松的神情 脚步缓缓抬起 慢慢靠近那颤抖的先后 道辰直至白小船 快要到了先后身边时 先后的口中 颤抖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白小船在听到后 内心掀起大浪 实际上这个办法 她也是通过之前那条鳄鱼 逃走之事触发的灵感 她隐隐觉得 既然那鳄鱼可以本能地逃走 或许先后这里 也存在了一些本能 可当先后开口后 白小船不由地吃惊 她发现自己似乎又错了 若仅仅是本能 似乎不应该说话才对 能说话 能叫出道辰的名字 这说明对方有计 这怎么可能 逆凡竹宰体内的这些幽影 到底是什么 白小船深吸口气 虽震撼 可却知道 如今不是思索的时候 她赶紧平复心绪 望着先后 轻声开口 在这里等我 哪也不要去 好吗 珊珊 小师妹白小船 生怕叫一个名字不管用 此刻一股脑的 将两个称呼都喊了出来 先后目中茫然 可神色的挣扎更为强烈 趁着这个机会 白小船赶紧飞速一晃 展开全速 直奔前方 也做好了 若是对方追上来 就直接展开 水泽国度的准备 可让白小船惊喜的 是那先后 居然真的就站在那里 任凭如何挣扎 也都一动不动 果然还是美男计 比水泽国度好用啊 白小船感慨中 速度更快 渐渐地将她所在的 血脉封印之线 从之前的八成 修复到近乎九成 与此同时 永恒仙域上 此刻所有人呼吸 都近乎凝滞 他们虽没有看到 白小船在经脉内 遇到的敌人 可却能注意到 白小船在短暂的停顿后 其光线再次移动了一幕 尤其是此刻的白小船 距离丹田越来越近 这在所有人看去 她所经历的一切 要比圣皇难了太多 毕竟她是从仅剩下的两成 修复到了如今 近乎九成 一定要成功 圣皇身体颤抖 恨不能自己进去帮助 可她明白 如今的永恒仙域 能进入魁祖血脉封印之线的 唯有白小船 永恒之母保佑祈祷之音 哭泣之声 带着期待又绝望的南南 在这永恒仙域上 不断地嗡嗡传出 这一刻 整个世界瞩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